今天要播讲的故事叫 掉井的乞丐得富贵 说呀走越路掉到了井里 你说呀要多倒霉就有多倒霉 可呀就这样一个乞丐 因为掉到井里却得了富贵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呀在清朝末年 在庆城的三六村 有一个叫冯武庚的年轻人 从小啊没爹娘 被一个老秀才养大 老秀才教他读书写字 还教他做人 在他十三岁的时候 老秀才嫁鹤西去了 冯武庚啊 被老爷子披麻戴笑 安葬了老人家 之后啊冯武庚 变成了孤儿 冯武庚啊没有亲人 只得呀四处祈祷 成为了一个乞丐 之后啊 他来到了美丽的北林县 便在啊这里落脚 他呢白天四处乞讨 晚间呢便回到一处破庙里来居住 因为呀没有亲人 他无牵无挂 说来呀道也自在 有呢就多吃 没有呢就少吃 一晃啊 他已经来北林四个年头了 有乞丐呀鼓动他 让他呀去哈尔滨大城市会 他不去 他觉得呀这里好 要说呀 要说呀 冯武庚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虽然呢他要发 可他还经常接近一些和他一样的乞丐 比如有个年老的乞丐要不到发 他就会把自己要到的发给他一些 有年纪小的乞丐被欺负 他会啊仗义阻止 这天呢 他在街上啊乞讨 突然看见呢 县城的财主 长八叶家 门前呢围着一群人 便好奇地走过去 只见呢 大家在看长八叶贴出的榜文 说呀 他家小姐已经昏碎半月 找遍了城乡的所有郎宗 没有一个能治好小姐的病 所以呀就发出了榜文 榜文的意思是啊 年轻人如果呀 能治好小姐的病 就许配为妻 年长者如果能治好 那就给百斤 就是给一百两斤 大家呀 围看着这个 人们呢议论纷纷 说呀小姐 如何如何漂亮 风五更啊 觉得这事和自己没关系 就转身去要饭 这天呢 乡下有两处结婚 于是啊 他就和几个乞丐 一起啊到乡下去蹭饭了 冬家很热情 还给了他们酒喝 所以呀 他就有些迷糊 回来的时候啊 走到的时候 东一脚西一脚的 不想啊一脚踩空 人呢落到一个随井里 好在呀 井里有水 没有伤到他 井壁潮湿 他上了几下 都没上来 于是啊 他就大喊救命 扯破嗓子喊 没想到失声了 后来啊 怎么喊都没声 无奈呀 他只能呢 在井里待一宿了 可在晚上子时左右 冯武庚啊 听见有人说话声 他心动大喜呀 因为啊 喊不出声 所以啊 就用手拍井壁 可呀 没有人理会 倒是啊 上边的说话声 喘得很真切 一个声音说 韩公子 我已经啊 买通了 长帽叶家的一个丫鬟 他就是啊 长家小姐的贴身丫鬟 已经啊 给小姐下毒很久了 小姐呢 现在昏碎不醒 长帽叶说了 谁要是啊 救下他家小姐 那小姐呀 就嫁给谁 只要公子 拿着这包解药 前去救治 那长帽叶 一定会把小姐 嫁给你 哈哈哈哈 办得好 这里呀 有四十两年的 你去拿去 事成之后呢 我再会给你 六十两元的 作为感谢 谢公子 这解药吗 仅此一包 这药啊 我没带在身上 放在了老头庙 东边有一棵树的树洞上 记住 那树啊 拴着红绳 红绳下面就是 你还要记住 这药王 得分三次服用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就此别过 我明天呢 就去取 冯武功想 那老头庙 不正是自己住的破庙吗 还把东西藏在了那里 这些卑鄙小人 竟然呢 用这么恶毒的手段来害人 还有那个丫头 一定呢 是建材棋 不是个好东西 谈话声呢 消失了 可这一切呀 被井下的冯武更 听了个正着 怎么办呢 冯武更想 自己也不能在井下泡一夜 那自己呀 一定会被弄出病来 于是 他就努力往上爬 还好 井的周长啊 不大 只要啊 两只脚岔开 像青蛙一样 往上跳 终于啊 他爬了上来 他回到破庙 来到了那棵 大树下 果真呢 看到了红绳 仔细一找 果真在红绳旁边 有个树洞 里边啊 藏着一包药 冯武更啊 把这药 拿在了手里 现在呀 自己 有了这些药 那赶紧呢 去救长家小姐吧 不能啊 让歹人得逞 于是 第二天 冯武更啊 便来到了 长八叶家门口 可还没等进门呢 就被家庭啊 给拦下来 冯武更说 我呀 是来救人的 来救小姐的 大小姐不是有病了吗 我是笨他来的 看门的人呢 上下左右 打量了 冯武更一番 就说 你要救人可以 那你呀 得榜文接了 原来是这样 冯武更啊 便走到榜文旁边 把榜文呢 接了下来 立即啊 立即啊 报告了 长八叶 长八叶 亲自到门口 迎接 看十个乞丐 有些吃惊 就问 你有办法 能治小姐的病吗 冯武更说 当然了 要不我就不敢接绑了 长八叶大喜过望 忙啊 领着冯武更 来到小姐的闺房 只见呢 床上躺着一个 妙龄的女子 她还在昏睡 可交好的面容啊 看上去十分美丽 冯武更啊 第一次 平生啊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看一个女孩 心里啊 是狂跳不止 长八叶啊 在一边介绍说 我女儿啊 在半月之前 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呢 跌倒在地 然后啊 就昏碎不醒 我呢 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想啊 让她有什么事情 要是你能治好的 我绝不食言 冯武更说 放心吧 我药到病虫 说完了 便把药拿出来 亲自给小姐喂一下 没过多久 小姐的嘴里啊 吐出了玉铝白烟 白烟散尽 小姐啊 睁开了眼睛 醒了 成八叶急忙过来 惊喜的大叫 女儿 你可醒了 可女儿 只是眨眨眼 不能说话 成八叶便拉 风武更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风武更说 这要我得分三次吃 第一次是醒来 第二次是说话 第三次 那就能和长银一样 风武更说的没错 于是他又给吃了两次药 小姐呀 终于能够说话 而且呀 行走自如了 长八叶看女儿活了过来 就对风武更说 我言出必行 我想问问你的身世 于是风武更就把自己的身世说了 长八叶说 无妨无妨 以后呢 你就来我家 反正啊 你是单身一人 我呢 择日就给你完婚 十天之后 风武更啊 和小姐结婚了 他从一个乞丐 一下子成为了 长八叶财主的女婿 真是啊 献杀了旁人呢 而最伤心的莫过于啊 那晚的那个公子 杭公子 自己呀 念念不忘的义政人 已经嫁人了 他也呀 值得慈心了 结婚后啊 风武更便向小姐 辞退身旁的丫头 小姐问为什么 风武更啊 便实情告诉了 自己呀 得解药的经过 长八叶知道后 对丫鬟呢 进行了审问 丫鬟呢 承认是自己下的药 并供出了 那个韩公子 一怒之下 长八叶将丫鬟 和韩公子 告上了县衙 先令一听啊 大怒 当庭 打了二人呢 四十大碗 这位韩公子啊 从此再也不敢害人 名声啊 也臭了 再也没有女孩啊 愿意嫁给她 而那个丫鬟 也最后啊 不知道了哪里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欢迎你 关注 点赞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你在 评论区里留言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 再会